天文台下午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由於啟德河未能及時排洪 黃大仙採洪到一帶嚴重水浸 拒母署說正為啟德河進行改善工程 提升它的排洪能力 工程期間會定時巡查及清理路邊的進水口 張聲偉報導 下午一場大雨 令黃大仙採洪到一帶嚴重水浸 多架車停在路中心 雨水浸過車輪 救護車都要慢洗 水馬和鐵欄等大量雜物被沖走 附近啟德河水位高漲 群務署指下午持續暴雨期間 九龍東錄得每小時超過70毫米的雨量紀錄 已達到黑色暴雨程度 但啟德河現時排洪能力不足 未能及時排走雨水 以至彩洪到一帶水浸 大雨過後 懷疑因水浸而死火的私家車 要由拖車拖走 工人在路面清理雜物 旅務署指正為啟德河進行改善工程 減低水浸風險 工程將會在2017年前分階段完成 工程期間會先在河道瓶頸位 而除現有功用設施 增加排洪能力 亦會定時巡查和清理路旁進水口 天文台在下午2時20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過幾小時後取消 NOW TV記者 張聲偉報道